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晚上好 这里是翱翔天际 唐古今《论道理》 我是宏理想律师 今天是7月28号 星期四的晚上 我们第53场正式直播 现在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讲题 就是纳吉临政换率 换律师 那是不是跟Safi'i有关 那首先我要先纠正一个错误 很多不了解的人说 纳吉委任Zayed Ibrahim 就是之前的法律部长 在魏Jayed Ibrahim 他也是很著名的青蛙 他从巫统有跳出来 跳去公正党 公正党又跳去行动党 他在公正党 选淑女主席 选输了 跳去行动党 在行动党 他好像有被委任副主席过 委任州主席 不是委任副主席 委任为吉兰丹州的州主席 他也是青蛙 但是他没有代指转头 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在Ibrahim也是一位很著名的律师 他曾经拥有全马来西亚最大的律师行 有一百多位律师 就叫Zico Zayed Ibrahim & Co Core就是company的意思 Zayed Ibrahim & Co 我们通常都 律师界都简称Zico Zico 所以这个是他本来的律师行 那现在他已经不是这间律师行 所以我要纠正两样东西 第一 纳吉并不是委任Zayed Ibrahim做他的律师 他是委任Zayed Ibrahim的律师行 来做他的律师 委任他的律师行 这点是有差别的 比如你来我的律师行委任我 不一定我是你的律师 我的律师行有其他律师 这是第一点 而且Zayed Ibrahim 他在刑事案件并不出名 他是民事 他是corporate 合同合约法 也不算很著名 但是他的律师行做到很大 是在这一方面 Zico他原本的律师行 会这么大 会成为马来西亚最大的律师行 原因是什么 因为整个南北大道的合约 之前给他承包 他本来一间小律师行 因为南北大道的合约 全部给他做 包括收地 包括建筑 包括各种各样的事情 你想一下起这条南北大道 要有多少合同 多少合约 所以才让他一跃而成 变成马来西亚最大的律师行 当然他变成最大的律师行 他的业务就很多了 就各种各样的业务都有 但是他一开始 第一桶金的来源 其实是南北大道的建立 那我一直强调 所以第二点要纠正的是 其实那几委任的 并不是Zico 并不是这家马来西亚最大的律师行 不是Zico 而是委任一家叫 Zaid Ibrahim Sufran TH6 & Partners 的律师行 就是简单来讲 就是Zaid Ibrahim新的律师行 跟其他人合伙 新开的一家律师行 也不一定是新开 可能是他加入这家律师行 律师行也已经很久了 所以不是马来西亚最大那家律师行 大家要搞清楚 然后这里也顺便讲一下 Zaid Ibrahim在离开Zico的时候 也闹出了一点风波 闹上法庭去打官司 因为他退出Zico 我们经常都有讲 权力本身是会延续生命的 权力本身的 权力的特性就会尽量的延续 自己掌握权力的生命 所以Zico要回去他的律师行 就面对了主力 然后就有打官司 这个我就不深入讲了 大家可以自己去找新闻找一下 所以他回不去他自己的律师行了 他就加入这家公司 成立 不懂是成立还是加入 我也没有去查这家 Zaid Ibrahim Soufran TH6的背景 反正他现在是在这家律师行里面 我特地去查过了 我特地去查过了 所以大家要明白 那其实纳吉委任Zaid Ibrahim新的律师行 来做他的功用 其实最主要是事务律师 大家有看香港TVB的律政强人 这些法律片 你都知道 其实在香港律师有分为大律师 就是上法庭的律师 跟事务律师是准备文件的 通常你要告人 你先去找事务律师 朝你文件 朝你好了 事务律师就会去找大律师合作 所以在马来西亚没有 马来西亚大律师跟事务律师是合在一起的 我们没有分开 我们是fused 这点大家要明白 这个是我们跟香港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是advocates and sollicitors 就是两个夹在一起 香港英国是advocates就是advocates barister就是barister barister就是advocates 就是上法庭的律师 solicitor是solicitor 但是在很重大的案件里面 像Tommy Thomas他通常是做barister 就是做counsel罢了 他不会准备文件的 因为他也没有时间准备文件 他的律师行也不是大律师行 所以纳吉现在委任 Zaid Ibrahim的新律师行 Zaid Ibrahim第二间律师行 其实最主要是做事务律师的责任 就是准备文件 去做那些索税的事情 那真正要上庭去讲话的人 我们叫Lit Kouser 或者是叫Lit Barister 其实他请了一位很著名的律师 是华裔穆斯林叫Hisham Day Hisham Day Hisham Day 华文名叫郑保德 他的全名叫Hisham Bim Abdurrah Elias Deportek 蛮出名的 大家可以去找一下Hisham Day 很多 他是刑事案件非常著名的律师了 所以真正替代掉Safi'i去帮Najib 在法庭上承词去打这个案件的人 是Hisham Day 而不是Zaid Ibrahim Zaid Ibrahim的律师行 其实充其量就是准备文件 这些吧 去出庭 去Cast Management 就是真正5Cast 会有很多Cast Management 就是案件管理 大律师是不会自己去的 就叫事务律师去 就是这样子的情况 之前Safi'i还是做纳吉的代表律师的时候 那Safi'i自己的律师行业很大嘛 所以他可以这样子一次过包到完 就是事务律师我也做 上法庭律师我也做 那现在会委任两个不同的律师 我觉得最主要 当然我不是纳吉肚子里的蛔虫 我也不是我这位前辈Hisham Day的蛔虫 所以我不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但我想应该是Hisham Day叫纳吉请的 因为Hisham Day很多都是做Council Works 就像Domin Thomas是做Council Works 他不会自己去准备那些文件 你们把文件准备好了给我看 我只是上庭去负责讲话罢了 我研究案情去上庭讲话 Hisham Day他一向来也是做这样子的工作的 所以其实你说 说Zaib Rahim takeover这个Case不对的 应该说是Hisham Day才对 所以这个要特别讲一下了 那接下来就进入重点了 改的原因是什么 很多读友问我 有人问是不是因为纳吉跟Safiye 闹翻的 这个Safiye不是明星党的Safiye Moi Moi不要弄错 Hohoi也不要弄错 这个Safiye是大律师Safiye 是不是跟Safiye闹翻了 还是因为换不到女皇律师 因为Najib之前就要换律师 他申请女皇律师 我们直播早早就讲 我认为他拿不到 他换不到 因为这种刑事案在马来西亚 有很多这样子的律师在做 你没有理由要外面的律师来 这个又又又又又说中 确实法庭驳回了纳吉的申请 驳回了纳吉的申请 所以到底是什么原因 来换掉Safiye呢 是不满吗 还是因为女皇律师 还是因为Hisham Teh比Safiye厉害 你问我 我自己个人的分析 我认为所有答案都不是 答案很简单 有问我的读友 有十几位读友问我 有好几位比较熟的 我都有回复 有得到我回复的 可以嗨一下 我第一时间 这新闻一出来 你问我 我刚好得空我就回复了 我都回复 为了拖 没有其他理由 就是为了拖时间而已 纳吉这个案件 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 都出现过了 眼睛痛 他眼睛痛还可以去助选 脚痛 Covid 自己中 律师中 律师的助理中 各种各样的情况都发生过了 所以 现在 他临震 真的是临震 多两个礼拜 8月15号 就是Federal Court的审讯日期 Federal Court已经定了10天 在今年初我没有记错的话 就已经定了10天 就是8月15号到8月19号 5天 8月22号到8月26号 就只剩两个礼拜了 这10天 来双方陈迟 因为上述 是不需要再叫正人来 再什么来 不需要了 就只是双方陈迟 直接针对法律 提出你们的观点 来说服上述庭 现在不是上述庭 联邦法院 来说服联邦法院 5位法官 为什么纳吉无罪 为什么纳吉有罪 就只剩两个礼拜的情况 所以唯一的理由就是拖时间 因为纳吉可以用的方式 全部都用完了 像我说申请女皇律师 纳吉的律师 我都知道的东西 我是律师界的小咖 我都知道肯定申请不到的 我是斩钉截铁 直接说申请不到的 你认为这些大律师 不知道申请不到吗 他们当然知道 那为什么还去申请 答案就是我刚才所讲的 所以现在也是一样 Hishante 当然也是很出名的律师 他的能力 他的手腕 跟Safie 其实不相上下 都是刑事案里面 马来西亚的泰山北斗 Tommy Thomas是民事案 两者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唯一的理由 其实是拖延审讯日期 有独有会讲 不可以是他不满Safie 其实如果不满Safie 早就应该换了 纳吉在Safie的聘请之下 聘请Safie之下 输了两次 在high court输 在cordreview输 那应该在cordreview之后 就换人 而不是等到 现在已经拖了整半年了 要审讯的时候才来换 才差两个礼拜要审讯了 你才来换人 所以你说他是因为 不满Safie的表现来换 很明显是不正确的 很明显是不正确的 那接下来肯定有读有会问 那纳吉这样子来延长 纳吉一定会要求延长 他换律师了之后 新律师一定会跟法官讲 Yang Arif我才刚takeover这个案子 我需要研究案情 我需要看文件 你看纳吉的文件这么多 纳吉的上述案件 文件是非常非常多的 这文件这么多 两个礼拜时间我准备不了 所以他们肯定会申请 我不知道有没有申请 我没有follow这个新闻 但是不管新闻出来了 还是没有出来 他们都一定会申请 我记得有报导有报道 Cash Management好像在28号还是29号 所以他们可能会在Cash Management 就是案件管理的时候 会提出这个展研审讯的申请 但法官会不会同意 这个是完全就是交由法官来决定的 我有试过 我自己也打了很多官司 当然没有到Federal Court那么多 我大多数是在High Court Magistrate Court Session Court 我有个客户真的 审讯前两个礼拜 两三个礼拜的时间 差不多跟那集的案子一样 他要换律师 我叫他不要换 因为你会弄到我很辛苦 然后我会charge你很贵 你会浪费很多钱 我charge你很贵 这是第一 第二 你原本的律师也一样charge你钱 他东西全部都做好了 两个礼拜后就要打官司了 你说他没有准备好吗 不可能 所以他一定会charge你这个钱 所以你等于给两份钱 而且我还会收你更贵一点 因为你是Last Minute教我 我变成 本来我可以用三个月的时间做的工 我变成两个礼拜 我要赶完出来 可是他硬硬要换 然后我们法庭要求展颜 法官不给 因为法官讲 这个日期是一年前就定下来的 所以没有理由他要换 到现在才换 所以法官给的理由很valid 所以上次我忙到半死 我跟大家讲 我每天都在上法庭 每天都在赶 就是这个案子 所以那集这个案子 有可能是会不给通过的 因为这个日期已经定下很久了 而且那集各种各样拖延审讯的tactics 已经弄到法官不满了 法官之前有公开说过 我忘记是在上诉庭 还是在联邦法院 我忘记了 但是大家去找一下 法官有公开说 他讲这是最后一次你用这个理由 我不会再给他拖延了 所以法官也有出现不满的情况 所以绝对绝对有可能 那集的申请不会过关 Hisham Day要两个礼拜后马上上 但是即便真的这个申请不过关 你也不用为Hisham Day来担心 你真的以为Shafi什么东西都没有准备 其实我告诉你 全部东西都准备好了 只是交一个律师来承词罢了 全部东西都准备好了 你两个礼拜后就要审讯了 你说这么大的案件 这么严重的案件 Shafi到现在什么都还没有准备 可能吗 不可能 就是这么简单而已 所以就像刚才我所说的 你换律师 你之前的律师也会charge你 但是那集肯定不care这个钱 那他最主要还是要拖 拖到 因为这个是终极审讯 如果他输他就要坐牢 我们之前有分析过 我之前有讲如果巫统做政府 他坐牢的几率可能会下降 但是有内幕消息传给我 其实也不会 巫统方面也是要纳吉进去蹲一下 蹲两个月三个月 然后才特色他 这个我们之前讲过了 这里就不讲 所以不要幻想了 他跟Shafi闹翻什么 其实就只是为了拖延罢了 他不会 他不是什么抛弃Safi E 他跟Safi E 这么好的关系 而且Safi E是最高兴的 我准备了 OK你不要我上 我律师费照收 公不用做 律师费照收 所以是这样子的情况 而且Safi E也不会因为这个案子 突然换人 会让人觉得很丢脸 不会 因为大家都知道他的Tactics 而且Safi E 他本身在这行的名声 他在这行的Network 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所以他也不会担心 临时换律师会影响到他的reputation 所以要明白这一点 这就是纳吉换律师的我的看法 不是什么说跟Safi E闹翻 女皇律师请不到 Safi E表现很差 没有这样子的事情 没有了 而且除了拖延之外 当然你换一个新的律师 其实也是一个新的气象 毕竟Safi E输了两次 我们有人讲有风水的 事不过三 你给他输了两次 你还给他上第三次 好像不是很对一样 我不知道纳吉有没有信风水 有没有信这些简言 但是你换一个同样厉害的律师 同样著名的律师来打 其实没有什么差别 而且Safi E肯定会在背后帮忙 而且Safi E本身也做了准备 可能Hishante一直也有follow up 这个case我们也不知道 你要知道在2011年的时候 大家可以去找新闻 在2011年的时候 纳吉有案件的时候 那时不懂是什么案件 Rosma还是谁 他们的律师就已经是Hishante了 所以他们也是认识很久了 包括现在Rosma在法庭被告的案件 我没有记错好像也是Hishante代表Rosma 这点我不确定了 反正Hishante代表过Rosma跟纳吉的 然后很多high profile的这些criminal case Hishante都有牵涉在里面是做律师的 就像Safi E一样 所以他的名气他的能力他的声望 是不相上下的 所以对于纳吉而言是小事 钱罢了嘛 你好律师我要换越多律师越好 他请女皇律师更贵 可能请到来上千万都可能 可是对纳吉而言也是九牛一毛 一个可以欠税几十亿的人 你想一下请律师的钱对他来讲算什么 所以第二个讲题我们就讲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就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